我们现在来学习一下在西门子官网的官方网站的PCB教程 PCB工艺流程教程 在这里面呢 有会介绍PCB的整个工艺过程 它从这个从板子板子的这个自备 然后再到贴片 再到焊接 除了全自动过程呢 还有一些手工的作业过程 比方说穿孔焊接 那我们来跟着这一套视频 一起观摩一下 学习一下 从PCB版 一直到最后的一个PCB上面的成品 从这个原料到最终交付 一个全流程的学习 这是一间工业4.0的样板工厂 这是在工厂里面的实际的学习 第一步是镭射打标 在下面有一行卡通画出来的机器的这个图 就是它的工艺流程 现在高亮的是最左边的一台机器 雷射打标 把ERP生成的一个订单号 到了这个Mass系统去打标 接下来这个是湿印 把这个膝刮在这个湿印的这个膜上面 这个湿印的膜呢 就是根据PCB的图做出来的 那么这个膝膏透过这个图 就像是油印一样的 把这个膝膏就印上去 印完了之后 就要开始做这个检测 所以这第二道工序就是撕印 撕印完了之后是 这个膝膏的检测 那它是用这个放大来检测 一个局部一个局部的检测 检测之后它这个是一种试解的检测 看它是否图得均匀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PCB版制作的最重要的工序 就是全自动的贴片 这是一种贴片机 这是西门子制作的CPLACE的贴片机 这个品牌已经卖给了ASM 和香港的这个家企业 这是西门子的这个数据采集器 把设备的实时的采集 并且呢 通过这个采集器 它是双向的 还能跟这个设备进行沟通 那这个是完全视觉的一个检测 看这个有没有贴漏的 万一有一些器件 它没有这个贴上去 因为这个过程过了之后呢 这是我看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 而且它贴片机呢还不止一台 这个根据产能根据产量来定的 哪些贴片机贴什么 这都要做离线编程 像前面的这个过程 激光打标 它是这个通过这个激光的打标机 把这个字就直接打上去的 把这个编码 那到了这个膝膏的这个印刷 撕印 这个环节呢 差不多是半自动 就根据这个胶片 把这个膝膏贴上去 刷上去 然后再把它过上去 然后再到这个膝膏的这个均匀程度的一个检验 它这个也是根据光学的原理 把它放大 那需要编程序的就是贴片机 这三台贴片机如何去根据产能来分配 那接下来这个公站呢 在这里高亮的就是一二三四 第五个公站 第五个公站呢 那就是来看它有没有贴漏的 完全是一种视觉的一个检查 这就看一眼就行了 当然了如果说 看到不那个还可以把它拿出来 拿起来来看 这就是回流汗 这个回流汗机呢 它是有不同的温区 由这个预热跟高温 所以有冷却 一般来说分为三个温区 那焊接之后呢 又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测 来看 焊的是否均匀 这主要是看有没有虚焊 这是人工的作业 因为像那个需要穿孔的那种焊接 那样的零件的焊接 它的这种擦装比较难做到全自动 也有公司做到全自动 这因为没有太大的必要性 然后这个是有一些人工作业的环节 有一些零部件 像金属件啊 都是把它这个用人工作业把它装上去 再进行 接下来是电子的测试 那这是测试的一个非针测试的环节 主要就是查有没有这个虚焊 有没有这个连通性方面 就是这个量力方面的 这些是需要编程的 这个非针测试在这个环节里是需要编程的 也就是说贴片机N3P跟这个非针测试 是需要编程区域来做的 这个是射线 来扫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个 这个虚焊或者悬空的部位 最后就是功能测试 就这块板子它的功能是不是几位 之前做的都是板子本身的测试 那么功能测试就要把它做到一个测试台上面 看它的各项功能 把这个线头啊 甚至有些程序都要灌进去 那每个环节都通过这个物联网来管控 从原料的进货到成品的发货的全流程 现在我们学习的PCBs都做得到 来帮忙和我们帮忙 帮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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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